第46章 逛商场 别墅里面 周明山等人看望了叶寒之后就离开了 不过离开的时候 周远的脸色依旧还是没有好转 当然 在离开之前 不管是周明山还是林伯墨都说明会帮叶寒找出幕后凶手 以周明山的能量再加上林家以及山海市警力系统 只怕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查出杀手后面的幕后主使人 当然 随着这件恶性事件展开调查 整个山海市都席卷起一场大清洗 不管黑的白的只要查到犯罪事实都受到了严惩 政府方面也是想拿这一次事件树立微信 同时向外界传达一个讯息 在山海市绝不容忍出现违法乱纪的事情 谁敢犯就打谁 绝不留情 而自从遭遇到杀手那一次之后 叶寒这段时间也很少出门 就连唐海斌这个贪玩的主都没有来找叶寒 这段时间山海市有点混乱 唐海斌已经被唐建国禁足了 隔绝了和外面的一切联系 一天无所事事 叶寒只能陪着姐姐待在家里 一边研究医术 一边修炼 当然 叶寒也在观察外面的动静 随着展开调查这几天 对于那逃走的杀手 整个山海市警力系统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那杀手就好像凭空蒸发了一样 不过叶寒不认为这杀手已经离开了山海市 眼下整个山海市大封锁出入都是严格排查 而且一些离开的隐秘渠道同样遭到了封锁 那个杀手根本没有机会离开 所以 他一定还藏在某个角落里 终于 在家里面待了一个星期之后 叶寒待不下去了 整天这样闷在家里实在不是他的性格 所以 他带上姐姐叶青直接出去逛商场了 两姐弟如同一对情侣一样 扫遍了山海市个大商场 为了打扮姐姐 叶寒从不吝啬 各种名牌服饰 手镯 吊坠 只要叶青看上的全部打包带走 那样子就如同一个爆发户一样 被叶寒这样子宠着 叶青心里幸福的同时也不免有些心疼 一连扫荡了两三天 叶寒至少花费了几百万 姐 这款项链不错 挺适合你的 在一个柜台前 叶寒指着一条纯银项链说道 这条项链做工精细 而且还镶嵌了一颗十分漂亮的钻石 如果叶青戴上一定会很漂亮 叶青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是不错 不过价格太贵了 小寒 算了吧 我们这几天消费已经够多了 姐姐喜欢就好 钱就是身外之物 而且我觉得这款项链十分适合你 就算花再多的钱 我也要帮你买下来 钱花在自己姐姐身上 叶寒从不心疼 听到叶寒这话 叶青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如果这里不是商场 他都准备不顾世人惊骇 献上自己的出吻了 不过就在叶青最幸福的时刻 一道刺耳的声音 在他们两人的身旁响起来 哼 买 瞧你这穷酸样 你买得起这款项链吗 叶寒心头一火 寻声看去 说话的是一个 打扮的油头粉面的青年 青年牵着女伴 同样在这个柜台挑选饰品 我买不买得起 关你什么事 不想挨揍 就把你这张臭嘴闭上 叶寒一天的美好心情 被青年刚才那一句话给浇灭了 说话也是带着十足的冷意 算了 刘洁 何必跟他们这种人一般见识 就他们这样子 只怕奋斗一年都买不起这条项链 这条项链我挺喜欢的 你帮我把它买下来好不好 青年身边的女伴摇晃着他的手臂 撒娇地说道 哈哈 好 你喜欢我当然帮你买 不过这土包子 刚才说想揍我 就他这穷酸样 我给他十个胆 他也不敢 青年冷哼一声 不屑地看着夜寒 今天夜寒的穿着 确实比较朴素 对他来说 穿什么都无所谓 只要合身就行 不过这在青年看来 夜寒就是一个十足的打工仔 还妄想买下那条价格 二十多万的项链 当然 这不是他针对夜寒的主要原因 关键是夜寒穿的这样普通 竟然还戴着一个十分漂亮的美女 这就让他心里不平衡了 所以他才忍不住 想要打击夜寒 让他丢脸 小寒 那条项链我不要了 他们要就给他们吧 现在也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夜寒虽然看不惯这对青年男女 但他更不想夜寒因此而惹上麻烦 夜寒对着姐姐说道 姐 对付这种有两臭钱就装逼 而且还很不要脸的人 我们就应该狠狠地踩回去 你退让 只会让他们更加瞧不起咱们 听到这话 夜寒还想说什么 却终究没有说出来 弟弟长大了 一切有他自己 拿主要好了 刘洁听到这话顿时就火了 朝着夜寒破口大骂 道 你这土包子说谁装逼 信不信老子今天找人弄死你 夜寒冷冷一笑 道 弄死我 看来你这张嘴真的很欠造 说吧 啪的一声 夜寒直接甩手一个耳光 删在了青年的脸上 瞬间将他给抽飞了 落在地上惨叫一声 这一幕 让那刘洁的女伴吓了一跳 赶紧走过去 刘洁 你怎么样了 快来人啊 打人了 不过他的大叫声 只是引来了一群围观者 并没有人上前帮他 见到这里 刘洁的女伴顿时朝着柜台的女服务员吼道 你们这里是什么服务态度 有人在你们商场打人 难道你们不应该把他抓起来吗 女服务员听到这话 淡淡道 对不起 小姐 自始至终 我都只看见你们在挑衅夜先生两人 是你们有错在先 如果你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 大可以报警处理 夜寒是谁 眼前这个女服务员当然清楚 那可是山海市的小神医 来到他们的商场买东西 是他们的荣幸 同时也是上帝 他们怎么会把这个上帝 抓起来了 你们的服务太恶劣了 我要报警 我要投诉你们 这时 刘洁在他女伴的搀附下 慢慢站起来 刚才那张脸 已经肿得像个猪头一样 他阴狠地看着夜寒 阻止女伴报警 随即说道 你这混蛋竟敢打我 报警便宜了他 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 说着 他顿时掏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 表哥 我在山海国际城被人打了 你快来啊 再不来 我就要被人打死了 电话打完 他指着夜寒说道 你等着 有本事你别走 好啊 我等着 夜寒淡淡地应了声 夜青有点担忧地说道 小寒 会不会有事啊 夜寒拍了拍姐姐 夜青的手背 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 随后两人若无其事地 继续欣赏刚才那条项链 把那刘洁和他的女伴 直接晾在一边 不过也没有过去多久 就在夜寒买下项链的时候 一群人朝着他们这边走来了 这群人都是年轻人 而且个个衣着光鲜 表哥 你终于来了 我都快被人打死了 刘洁见到 这一群青年的到来 立即大途苦水 废话连篇 把夜寒说成了一个 嚣张跋扈的打工仔 听到刘洁说完 这群青年中一人 顿时朝着夜寒的背影 看了过去 一挥手说道 走 咱们去看看 敢在山海市 这么嚣张的人是谁